好 与您息息相关的健保费将要进行调涨了 主要有三个调整的方向 包含是这个医药费 现在将药品自付额会从原本的最低零元 现在恐怕要增加到40甚至是到200块钱 而另外像是原本免部分负担的检验检查费用 则是会调涨变成是50块钱起跳 另外也会变得更严格 就是比外国人之后要停富保的制度 对此医改会表示说 如果说就这样贸然调涨部分的负担 恐怕会让病人为了省钱不愿意服药 会因小失大 对此卫福部是说 目前还会在搜集各方意见再做讨论 在诊所看病排队领药 因为健保可以省下的那些药品检验费用 这恐怕要因为政策改变 部分将会调涨 也不合理 那您觉得如果真的要调的话 等这波疫情过以后 当然进去好起来再调涨 应该是没问题 健保署初步规划 主要调整分为三个部分 原本药费百元以下 和慢性病处方签 不用部分负担 未来将要收取自付额四十到两百元 检查检验费用 也要依不同的医院等级 收费五十到两百元 另外出国六个月以上 旅外国人可以停保 返台后再付保 如果确定新政策后 也会取消停保 对于健保费的调涨各界想法不一 医改会则强调应该要加强民众位教才能够减少医疗能源的浪费 对此卫福部强调会再和各界讨论 想到最终排版结果要等到三个月之后 不过抛出健保费要调账的消息 还是引发各界的讨论阵浪 华市新闻 外山林志传 台北报道